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首先老师要恭喜全国的观众朋友 昨天有看老师节目的第一时间 老师有跟大家说 昨天早上不是开放 投资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吗 然后就有人 第一个问的就是 资源可以买了吗 那老师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老师的AI无敌系统 出现了翻多的讯号 那果不其然 今天资源最强 涨到了8.2% 那后续怎么看 等一下再来说 我先来公开 昨天老师说 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老师第一时间带我们的会员 进场了一档 IC封册的股票 那今天早上表现的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你记得吗 昨天呢 哇跌200多点的时候 老师呢 带会员进了这档个股 好你看这档个股昨天呢 这个尾盘呢 收涨9%多 好那我也讲哦 这档个股呢 是做什么的 来看一下 我说它是IC封册的 那它呢 7月的营收月成长7% 那跟去年同期比成长了34% 好那呃 我们就来公开一下 它是哪一档股票 好它是这个叫做逸长 来看一下逸长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前的 好你看一下今天一大早呢 它最高涨到43.55 那我们呢就在这个位置 就先这个获利下车 好这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呢大盘在震荡 好我说这个盘啊 虽然呢我们把它缩小 其实这个盘哦 你看起来说 哇老师好恐怖哦 它这个M型 然后它又破了G线 现在呢要回撤半年线 但是呢对我来说 我昨天怎么说 我说再跌其实也是蛮有限的 因为呢呃美国CPI公布了 那MSCI也这个调整结束了嘛 然后呢最后就是财报 哎快结束再来 其实没什么利空咯 那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 就是说呃 之前哦怎么跌下来的AI股 那最近呢慢慢的就会涨回去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呢我们一大早 就是被我们锁定的股票 昨天来昨天买在开盘价37 对不对 然后一大早来43高 最高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停利 那这就像我说的 这个8月啊不好操作 那有10%以上 那我们就先获利下车 换了别档股票 那换什么股票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呢老师发现啊这个资源啊哇来 昨天我发现这个资源啊 投信买回来了哦 买在多少买在296块对不对 凯基台北买回来了 好那昨天呢这个盘中啊 就是12点附近 老师也跟大家说哇我这个资源呢 出现了一个买进的讯号 那买在多少钱呢 来看一下300块附近 好那大家有没有印象 来我说资源其实呢 这个有一家这个半导体的IP公司 然后呢他这个 他是这个他有计划要大规模的 做这个高效能运算的平台 那台湾只有两家路列哦 就是台积电跟资源 好那我也说这个其实呢资源哦 他就是呃7月营收虽然衰退 但是预期他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 到2024年2025年其实他的业绩 他会呃就是逐年的成长 好那大家我昨天是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资源呢从高点 好我们看一下资源从高点到低点 你看他从最高 他也回测了30几%了耶 好你看他从最高403 好然后跌下来 对我昨天有讲哦 跌到最低267 其实他跌了33%了哦 所以一大早老师就带我们的会员 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指标的部分 你看昨天呢这个老师的指标 还要在这边做一个翻多的讯号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师 昨天帮大家整理的你看哦 用月线来看你看他这个资源哦 大户的持股 有没有其实比率蛮高的 你看他虽然这个月跌下来 但是大户的持股并没有减少哦 持股人数还是维持在高档 好那这个呃那我们来看一下资源哦 你会说哎老师那后续怎么看 你看哦他今天做一个跳空向上 好你有没有印象老师说 跳空就是价格不延续对不对 好那你看哦他红他这个红三冰嘛 所以呢老师预期呢 其实他所有的AI股都这样 他怎么下来那他就会怎么上去 好所以说呢这档个股就是持续的看好 那你会说老师那后续看到哪里 那这个呃老师随时会在这边跟大家说 因为老师有AI无敌系统 他盘中的指标是及时的 如果要做一个停力的动作 老师会随时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做一个说明 但目前呢以现在来看他才刚开始要起涨 所以说呢应该会涨一阵子好那我们再来讲解一下大盘 昨天呢其实呃大家很恐慌那我也跟大家说这么来 我说哈美国的CPI跟MSCI还有财报都将公布完毕了喔 那最近的下跌段就是沙隆资喔 但是昨天呢昨天发现一个很奇怪就是 外资持续的在卖 那这个自营商也在卖 但是呢这个投信买了60亿 那关股也买喔 所以我说之前有一个状况跟现在很像 就是说呃外资卖就是土洋对决 但是最后投信胜利了 所以说呢亲爱投资朋友这一波真的拉回 尤其是今天这个AI股都在反弹了 所以说呢要趁这一波拉回那个AI股 我们要做一个底部的进场 因为老师预期喔这AI股你看比如说资源 之前呢你看最高对不对 400多跌到267跌了33% 那你看他现在红三冰 所以呢如果没有意外没有在更多的利空 或是市场上没有什么再坏的消息出来 那我认为呢这一波AI股 就会开始呢怎么下怎么上 所以说呢之前哎你没有买到AI股的 那这一波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的部分 其实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哇这个快接近这个半年限了 该怎么办但我昨天呢帮大家找出来你看喔 这个所有的指标都已经都已经在超卖区 其实真的再跌也是有限了 现在应该是拉回找好的股票切入 而不是你在卖手上的股票 所以说呢你跟老师一样喔 上个礼拜有卖出股票手上有现金的 现在真的是最好布局的时候 或者说你就是空手 你一路上空手等着要买AI的 现在也是你最好的时机 因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喔 其实AI它是第三季才开始要出货 对不对第三季第四季才要出货 所以呢营收就如果 估计的没有错营收的话 应该会逐迹走扬所以这时候拉回是一个好买点 但是呢也不是随便乱买喔 你要看有营收的有获利的 这时候买它才是最佳的买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老师也说 昨天这三天杀是什么原因 是杀融资喔 昨天融资持续的下杀 再来你看昨天下杀 投信也是持续的在买进 所以呢这个盘 再跌真的有限了 你应该真的要拉回找 这个未来有潜力的股票做一个布局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也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盘很像2021年10月这一波 当时呢它也是跌到了 这个快年线附近破季线 但是呢震荡之后呢 指数从哪里16162涨到多少 17709做一个什么 V型的反转向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你看 今天已经收一个红K了 然后呢你看K值已经向上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今天晚上这个 这个美国啊这个NVD啊 或是这个台积电ADR 超微体跟昨天一样都不再跌了 开始反弹 那这时候台股呢 就会持续的上涨 那就像我说的要买 要买在这个大家还不敢进的时候 大家恐惧 那我们就贪婪 到时候呢开始反弹的时候 你再进来买真的就太慢了 太慢了 好那这个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老师要来跟大家说 就是AI股对不对 除了智源那还可以买什么对不对 老师昨天有帮大家讲了几档嘛 像华硕 再来呢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打来 他说我们先预告一下 等一下下个阶段 老师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昨天观众朋友打进来问 他说散热可以买了吗 对不对 老师帮大家准备了 旗鸿跟健准这两档 再来就是这个饥渴股的勤成 可以买回来了吗 今天涨停板 那还有人问说 老师先进光你讲两天了 那这个今天好不容易跌下来了 可以买吗 这些问题 等一下老师都来跟大家做解答 再来呢 我前几天跟大家说了 有一档个股真的跟这个大盘无关 红基他卖了伪创 买了这档个股 哇这档个股真的就是每天涨 他不是涨停板那个 其实我不喜欢 就是每天就这样 一买下去就涨停 这个就很容易被警示 那我喜欢的就像这种个股的特色 他这个每天就涨3.5% 3.5% 5% 这样涨不是很好吗 其实最好的股票 就是每天涨一点 涨半根 然后呢 再来呢就跳空 这种股票是最好的 好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是哪一档啊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过后 老师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陈洛库美女老师 正式推出八月标股翻倍计划 请务必跟上脚步 刷载线02 2752-5868-2752-5868 陈洛库美女老师 汉选21% 华企17% 仙气光44% 励志69% 威胜40% 冲态29% PCB30% 剑准累积1.5倍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尽情把握跟上脚步 刷刷线02 2752-586-2752-5868-2752-5868 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昨天一大早 老师有跟大家说 老师的AI无敌系统 挑出来了华硕这一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华硕的走势 目前是涨了4%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 昨天老师的AI无敌系统 在这个9点44分的时候 老师11点也有在这边 跟大家公开 我说与其你要买广达岛 不如来买华硕 你看当时呢 我们的无敌系统 是379.5 捞出来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昨天晚上 老师帮大家找好了 你看外资呢 昨天买了2000多张的华硕 投信也买了1000多张 那主力也买了368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的指标 你看今天也是出现了 一个买进的讯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来 你看呢 华硕外资比率很高 52% 等于是大盘 华硕这档个股 在这边震荡 对不对 然后外资就天天的买 你看外资买 投信买 自营商买 哇 真的是太厉害 他筹码被锁定住了 好 再来 我之前呢 就是在7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华硕这档个股 他有机会赚亏为盈 对不对 我说他第一季是 亏损2.26 对不对 第二季有机会赚亏为盈 那果不其然 他第二季出来了 他的这个每股盈余 他是赚3.48 而且呢公司也说呢 第二季是谷底 第三季开始会逐季走扬 好 再来呢 其实他还有一个利多就是 哇 他以这个大黑马 有没有 首度 就是列入这个灰达的供应链 好 那这个其实呢 那华硕呢 他这个他近年 他未来要大力的布局什么 伺服器跟人工智慧的领域 好 那就是说他这档个股啊 如果说你跟这个广达 你跟这个广达来比的话 其实呢他的涨幅 其实他没什么涨 你看广达 有没有 他从这个八九 八九十块 来涨到这个最高255 但华硕呢 华硕他没有什么涨 他都在200多涨到目前也是 在哪里 在这个385 所以呢 如果以这个AI股 你非得要AI 非得要AI伺服器 那我真的觉得华硕相对会比较好 因为呢 他这一波涨幅比较小 再来筹码的部分 因为这个广达目前就是筹码比较乱 就是说外资买投信买 就是然后这个又有当充筹码乱 但是呢华硕这档刚给大家看过了 外资买 投信买 主力买 而且你看他都蛮稳的 其实这种个股股本比较大 相对的我们以这个日线来看 其实他相对的就比较稳一点 你看他目前呢就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然后呢你看他的KD才刚交叉 其实有时候是讲我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说很多人他都会担心说 哇震荡盘不好操作 但是呢你每天看老师的节目 其实你有发现震荡盘 我们逆向思考就是说其实它很安全 就是高出低进 然后呢价值浮现的时候 我们进去操作 比如说3567 对不对 昨天 昨天对不对 开盘37块我们做一个买进 对不对 你看他也是做那个 就是股价做一个N字突破嘛 我们开盘做一个买进 好那买在37 今天最高43做一个卖出 其实大家不敢进场的时候 相对就是安全 我们赚钱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先进光 对先进光那一天也是 礼拜四大跌这个200点老师也在这边 第一时间我为什么要公开给大家知道 我想给大家信心 其实就是大盘震荡的时候 哇大家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哇这个M头嘛 那破了季线 然后又要回撤半年线 这时候大家最恐慌 我觉得分析师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发挥他的功效 就要给市场上的投资朋友信心 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就要注入一股力量 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对不对 就是先进光 前几天大盘蝶老师就跟大家说 你看我们的先进光对不对 我们在138.5 导播看这边138.5 我们做一个买进的讯号 这边做一个买进的讯号 好再来呢礼拜五 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说 你看我们9点17分142 这边又做一个买进的讯号 好那今天呢 好今天要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再买了 因为今天呢我们今天真的一大早 150附近做一个卖出的讯号 好今天早上150附近 已经做一个卖出的讯号了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边150.5附近 这边做一个卖出的讯号 所以说其实这个盘 好我们看下来 你会说哇老师看你的节目 觉得股票很好操作 很有趣欸对 其实就是我当时呢 就是会想要研发这个AI无敌系统 我就是觉得想要这个让我的这个会员 好就是在快乐中找到赚钱的乐趣 其实操作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 对不对 像去年虽然是空投 但是我们用AI无敌系统还是赚钱 那像今年真的是多头市场 我讲过了 这个盘虽然呢 虽然这个盘呈现什么 短空嘛 因为M头短期均线呈现一个空投的排列 对不对 8月不好操作 但是呢 中期还是走多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AI无敌系统 其实赚钱真的是很容易 老师这几天验证下来 你在想 哎老师真的大盘有跌到这个 哎半年限了吗 这一波真的跌了七八百点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所以说别人办不到的 别人看不懂的 老师有AI无敌系统 其实赚钱真的就是这么容易 像昨天对资源 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哇我们的无敌系统 做了一个买进的讯号 在三百块 对不对 在三百 今天呢到多少 今天三二九 如果你看老师的节目 今天赚了二十九块 所以有无敌系统 不管任何盘 就是可以轻松获利 我们达到一个稳定获利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有观众朋友就问了 昨天一大早老师有开放这个 观众朋友问问题 他就问说 哎晴晨老师 晴晨散热的见准其红 先进光我讲过了 我们已经做一个 150.5做一个停力的动作 好那晴晨的部分呢 来我们看一下 8210 其实刚今天早上 AI无敌系统有晴晨 但是我觉得你看 如果以技术线来看 他这边都是一个压力 对不对 你看这边长黑还没过 这边206这边一个压力还没过 所以我不认为说 现在是可以做一个买进 但是不要再放空这个 因为无敌系统已经做买进讯 不要再放空 而且我看指标 已经回补了 放空回补了 好再来有人问说 哎老师那个 晴晨跟渐准散热可以买回 但是呢我们看一下 我刚刚帮大家我做一个总结 如果说你要买齐宏 因为我觉得齐宏 来我们用这个月线来看 你看他这个位阶太高 而且你看他半年 他第二季赚多少 3.18 那这个见准呢 你看见准位阶也很高 那他见准的第二季赚1.72 那倒不如来买这个利智 那利智相对的 他位阶比较低 你看像利智真的是位阶蛮低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利智 你看哦 利智他这个第二季赚3.33 他赚的比齐宏多 也比见准多 第二季赚的比齐宏多 也赚的比见准多 再来他7月的营收已经年增27%了 那我看上他的是说 他利智他接了美国清末式挖矿机的散热订单 而且还有三个散热订单在开发中 好那利智呢 来我们看一下日线 好利智你看他这个虽然创高之后在这边整理对不对 但是他这几天整个散热已经不再跌了 我发现这个散热不再跌 如果说三档散热你要老是挑一档 那我觉得我会花钱买营收 因为相较下来 第一个利智他未接低 第二个他营收比较好 那我会选择利智 好最后因为时间的关机 老师来不及讲的 我们就一点半再来讲 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一档个股 真的是不买太可惜了 你看他就是每天涨 你看早上涨 早上49.75涨3%多 我刚看了一下他已经到50块了 就是要买这种 其实股票呢 你就是要买这种天天涨的股票 你看他前几天最高在50块 你看他都在这边震荡 他今天已经突破50了 今天突破50了 他就是在做什么 他就是在做这个金融科技的 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来不及讲就一点半再来讲了 我们看一下来8月的标股翻倍计划 对不对 好之前我说8月难操作 那你看我们爱普代会员赚25% 省准18% 翼龙店10% 那一仓出了赚10% 所以这个行情没有你想的这么难做 就是跟AI无敌系统操作就对了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跟老师的会员呢 来就是买这一档个股 每天涨3% 3.5% 5%想要揭入这一档的广告的时候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苏立芬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苏立芬老师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支股票 及收取不当支费用 苏立芬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人除陈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